每年的7月26号 对武警山东总队 林仪支队的官兵来说 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七年前的这一天 他们的战友张南 在中国驻索马里使馆 遇袭事件中壮烈牺牲 大屏幕上是烈士张南 牺牲前的最后一份思想汇报 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甘愿奉献我的全部 这是一名战士对党的无限忠诚 七年过去了 张南的事迹 和他留下的这句话 一直传承在一茬茬官兵中 将张南烈士默哀 面对着张南烈士的雕像 官兵尽力默哀 这张床铺就是张南班长 生前所住的那张床铺 张南牺牲了 可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仍旧在支队熠熠生辉 如今在这个支队 争作张南式的好战士 已经成为美名官兵 自觉追求的目标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到了张南班长的相关报道 很热血 深有感触 那个时候我就立志 等我毕业之后 我一定要去参军 南牌 南牌 你们好 这是张南班战士傅家豪 在前期董队特战比股中 刚刚取得了重火器专项皮股第一名的好成绩 他向您二劳报喜 这七年来 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 照顾着老两口 也经常把他们接到支队来 一些战士 贪心休假期间 也会先后到河北五桥去看望他们 过节 第一时间向张南父母喂好 考学体干 比武夺冠 第一时间向张南父母报喜 张南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在张南精神的吉利下 近年来 这对广泛开展 权重性练兵比武活动 常态开展 实战化训练 在各类比武竞赛中 屡创佳绩 用实际行动 践行 永远做党和人民 忠诚卫士的真真事业